27號凌晨1點多 一名男子戴著口罩 晃來晃去行徑鬼祟 沒多久拎著東西躲到一邊 原來是擺放在門口的太子爺神像 遭竊賊一手領走 神像被偷廟方公布照片 太子爺2月14號 由信徒請神像回家供奉 預計29號歸還 沒想到27號被偷走 廟方PO文尋神尊 太子爺神像還沒找回來 警方已經鎖定飯前目標 而高雄左營一名清潔人員 到大樓打掃 準備離開時 扛著大包小包打電梯 裡面藏的都是高檔名酒 自112年7月起 疑似利用打掃的機會 陸續竊取大批酒類 協犯見屋主收藏大批名酒 每次打掃都偷一些 前後偷了6個月 每次偷酒直接拿去變賣 一共得手高檔紅酒105瓶 三節高粱配酒11瓶 烏公升金門大高酒兩壇 和金門成高禮盒一盒 而警方調查 證明竊賊在1月遭發布通緝 這下又偷酒 偷竊記錄 再加一筆 就台南高雄走不到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